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这么说 实量发动机的先进性就已经决定了该战斗机的强作了 就目前来说 能够建造出实量发动机的战斗机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 那就是中俄美三国 先来看看美国吧 美国的F35战斗机和F-2所搭载的就是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实量发动机 这也使得这两架战机在国际军事市场上很受其他国家欢迎的原因了 因为这两架战斗机不仅推动力大 而且飞行速度也是不出其他战斗机 美国利用这两架战斗机在国际军事市场中捞了不少福利 但是这也不能说人家怎么怎么样 毕竟那也是人家的本事 其实美国的水量发动机最出色的地方在于它的推动力 通常情况下推动力能够达到18吨 但是具有的人推测它的推动力能够达到30吨 这个数字确实是我们国家目前难以达到的 所以美国在这个方面可以说是一头领头羊了 俄罗斯是研发出10辆发动机的三国之一 其实俄罗斯能够有今天的成就 完全就是它的前身留下来的财富 所谓的坑老本 但是他们也并没有停止研究的脚步 但是纵使是这样 俄罗斯显然已经被后来居上的美国超过了 但是两国的研究方面不一样 俄罗斯侧重的是速度 我们都知道速度对于战斗机来说并不是很依赖 而是更加看重推动力 推动力的大小可以决定战斗机携带的武器数量和重量的多少 所以推动力和速度相比 推动力更加受欢迎 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说 在这一方面跟美国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中国的矢量发动机 战斗机的小科技是挺好的 但是在大科技面前还是不够 纵使我国在一些方面很努力 我国这款矢量发动机和美国俄罗斯的不同 我国的矢量发动机是用轴对称来运作的 矢量发动机的研发生产给我国的科技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并且这种技术已经应用到我国的战斗机歼20上 综合来看 我国的矢量发动机的推动力只有不到15吨 在这方面 我们跟俄罗斯美国还有一定差距 综上所述 在矢量发动机的战斗机这一块 中俄美三国的排名顺序应该是美国第一 俄罗斯第二 中国第三 但是我们相信在未来的中国会有与其他两国异教高下的实力 好的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 由老兵说武器剪辑完成 我们下一期再见 这是所有的重要是 谢谢大家